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威利总统袁世凯艺艺术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袁世凯本是清朝的臣子。 当清朝破落在即的时候,宣布实施新政,袁世凯站了出来,表示拥护,跟随光绪皇帝一起变法,但因为害怕与守旧派为敌,于是就又叛变了,将光绪给告发,光绪被慈禧给软禁起来。 后来辛亥革命,袁世凯故技重施,推翻了清朝,自己当上了民国大总统,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,对权力的觊觎越来越大,想要自己称敌当皇帝,袁世凯为此还自己演了一出戏。 他花钱雇佣了民间请愿团,主要使地品流浪乞丐组成,袁世凯再三推辞,但经不住这些请愿团的再三劝说,于是袁世凯一拍大腿决定了,自己当皇帝,马上上位。 1916年1月,袁世凯拍马上位,袁世凯虽然当了皇帝不顺颖民心,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,仍然是袁世凯说了算,各地军阀又不团结,所以许多人就开始对袁世凯阿谀奉承,其中就包括在东北的张作霖。 张作霖和袁世凯一样,都是清廷的大臣,但是当时张作霖并不如袁世凯一样,此时的张作霖因为清廷灭亡,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并不稳固,所以就主动找到了袁世凯献殷勤,希望袁世凯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。 袁世凯刚称帝,需要人的支持,两人心里各自都有小饭盘,袁世凯将张作霖升了师长,张作霖则一直跟着袁世凯办事,张作霖的地位越发稳固,军队也越来越强大。 这下轮到袁世凯心慌了,此时反对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多,袁世凯也感到力不从心,而张作霖掌控着东北,丝毫没有出面帮助自己的意思,所以就对张作霖起了杀心。 于是为了能够让张作霖和自己站在一条船上,就下令让张作霖进京,并且还将这个告知发往了全国。 张作霖怎能不知道袁世凯用心,如果这次办不好,可能自己就要死在京城里了。 袁世凯思前想后,终于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对策,袁世凯找了手底下一群士兵。 这群士兵大都是土匪改编,流氓习性很重,然后张作霖告诉他们,派他们到京城降服,包下了京城所有妓院,只管吃喝玩乐。 这群士兵一听立马就高兴了,纷纷要求一同前去,到了京城,张作霖一声令下,这群士兵全放纵起来,喝酒赌博嫖剂, 而张作霖则老老实实去拜见了袁世凯,对袁世凯毕恭毕敬,袁世凯一打听,冷笑道,果然是山野村夫,上不来台面,就对张作霖放松了警惕,张作霖回来后还不放心吗? 又和自己的属下在京城玩了二十多天才回去,袁世凯被迫退位后,张作霖立马掉转枪口,开始攻击袁世凯,袁世凯摆了清朝一岛,又被张作霖摆了一岛,也算是两清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